男子選手管景中是25歲 他在這次安芒在野的一個名單當中 也是名列教練團之一 有雙大的教練 所以這次等於說 打擋年輕的選手帶著他看看 今天能夠打到什麼樣子的程度 那安芒在野的混雙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他們是一個左右手持拍的組合 張君宇要展現出出身之獨不為虎的一個比賽場上的表現 對 哇 張君宇這幾版的一個回球啊 不過很可惜 在第二版的一個推檔的回球的質量不是很好 反倒是讓美其力有找到一個很好的空檔的位置做出拍 來 美其力這一版的重攻啊 壓制張青玉的近身 美其力除了往前的一個身高的優勢啊 在整個跟球的節奏及積極度也非常的夠 所以往往再往前都能夠 讓對方都有一些比較大的一個壓迫性 哦 這個發球太差了 王建國的發球失誤 漂亮 王建國好像還沒有進入整個比賽的狀況 所以整個回球質量不是這麼的理想 那看看新秀張青玉是不是能夠從這個當中再往前的處理 更能夠大膽一點 畢竟在這樣子比較大賽的比賽氛圍裡頭 年輕的選手要怎麼樣趕快跟上場上其他選手的節奏 嗯 哇 王建國這邊喔 還是腳步沒有跟上來 對 場上的兩個組合佔成了4比4平手 哇 美其力這個球雖然成功的防守啊 不過還是球出現了底線的界外 哇 這一個回球 張青玉並沒有完成退後的一個防守的一個動作 所以導致球是穿越了張青玉的身上 哇 還沒起力 嗯 守得蠻精彩的 對 跟球的反應很快很到位 不然結王建國剛剛的那一球其實送的也是 有點讓對手可以一板的中攻 對 這板的殺球 張青玉也是直接壓制在美其力的身上 在管境中跟張青玉的手上來說 其實只要有機會做一個強力進攻的機會啊 都往往目前來看都是能夠把握十足的一個 做得分的牙子 7比7 第一局雙方的比分還是很糾結 美其力的發球 喔 發了一個長的 沒有收到效果 反倒是讓張青玉在往前的補拍 成功的鋪球突破了王建國的防守 畢竟左手持拍喔 嗯 所以容易是比較取得正拍的進攻優勢 喔 漂亮 美其力這個球抓得非常的精準啊 可以看 張青玉這個球其實也回得很小心啊 不過很可惜 美其力的身高優勢啊 的確為他在往前 能夠有很多的一個好的效果 偷偷王建國 這個球管景中其實也放得非常的漂亮喔 那不過這個挑球的部分 張青玉給的比較小心一點 反倒是自己初拍出現了邊線的界外 然後對於王建國接板下壓球的力道判斷上 張青玉有點失誤 嗯 連續幾板的壓破球都找到了張青玉的身上啊 10比8 在出現一個準目點的情況之下 張青玉接發推底線出界 11比8 美其力王建國 先拿下了第一局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不少場的勝利喔 嗯 那今天他們在披掛上陣 今年這個賽季最後一次的搭配了 來到了冠軍挑戰賽的季軍戰 幫助球隊也先拿下了第一局 連續幾板的進攻 最後張青玉想要再往前做組織啊 不過球是回到了對角線的邊線界外 張青玉今年只有17歲喔 也是 喔 先來看到 美其力那個伐號場的成球 成功調動到了張青玉幫助球隊 所以這一局拿下第二分 張青玉在去年也有代表 馬來西亞去到秘魯參加 世青混雙的比賽跟禮雙的比賽 絕對是馬來西亞這邊非常 極力栽培的一位雙打好手 並且女子選手又左手持牌 對 喔 哇 欸這個球 最後現實能拍一賽 嗯 這個角度還敢 看一下 欸 欸 是有點難判斷的這個角度 對 雙方那個近身的平抽檔的對峙啊 這一條 起手跳高起來 觀景中把握住 很瘦了 哇 後場終於製造出了一個起跳進攻的機會 觀景中在之前的比賽是跟賴傑銘搭配 那2比3輸給了焦賴的對手 不過因為賴傑銘回到了國家隊的關係 這是找了年輕的張青玉來搭檔 哇 連續這幾板的球 觀景中在後場的一個調度跟配球來說 其實也是成功的破壞了甲洞的混雙組合的一個身體的一個位移啊 嗯 先從中路的突破 嗯 所以是蠻聰明的一個打法 這幾板的防守也擋得非常漂亮 不過觀景中這個回球 出拍太過於急啊 所以整個的一個回球 自己出現了主動性的觸網失誤 因為在其實雙打搭配的過程當中 如果女子選手一直被進攻的話 其實相對來說 他的搭檔就會比較急於想要去保護全場 對 哇 張青玉想要做一個變拍的分球防守啊 不過很可惜 最後的一個拍面角度過大 反倒是自己回球出現了邊線的界外 最後場這個球出界 那其實像比賽的過程也可以跟大家來分享一下王建國這位球員 他是馬來西亞其實也是雙打的一位老將 那他在前陣子因為右手臂有鼓勵的關係 所以休息了六個月的時間 那後來推出了國家隊之後 其實慢慢的在恢復訓練 那本來想要找張國翔來搭檔 然後找看看有沒有贊助商可以贊助他們繼續一個沒有國家隊約束的情況之下出國比賽 但因為找不到的關係 所以他可能就沒有辦法繼續他的球員生涯變成會到其他球隊轉教練的身份 所以相信這位選手應該會更珍惜說 有機會在比賽球場上出賽的舞台 對 看看是不是能夠通過更好的一些表現 讓一些廠商看到他願意繼續讓他 幫助他繼續在國際的舞台上爭戰 哇連續這幾盤的對峙啊 最後管景中還是抓住了得分的關鍵 7比6 安芒在野的組合在第二局的中段 要到了領先的優勢 關鍵中在一個被動式的處理出現了底線的界外 雙方比分7比7回到平手 王建國的這個球最後推掛網 王建國這個回球非常的幸運啊 很刁鑽的角度喔 最後放在界內 很刁鑽的角度喔 最後放在界內 而且在整個得失分的一個速度的節奏也非常的快速 哇 裴麒麗這一次的表現相當的精彩 嗯 非常有技巧性的把球點置了空檔的位置 先找到了對方輪轉的一個空檔位 嗯 邊線界外 差了一點點 天王建國今天相對來說的表現比較沒有那麼穩定 喔這一局最後關鍵的一分 10比10 雙方的局末點 兩位選手雖然沒起地跟王建國有點差點搶到球 不過這一分他們有確實的掌握住11比10關鍵的一分 讓他們在這一場比賽2比0的局數取得聽牌 這樣可以call game擊敗安邦載 嗯 那當然這絕對是安邦載也不想要面對到的局面啦 所以張 喔這比賽一開始 美其力把一個長球被抓了超晚的犯規喔 安邦載也的兩位選手絕對要全力的拼搶這一局的勝利 這個球 王景忠回球不盡離向啊 反倒是讓王建國輕鬆的到往前 做一個撲球的回應 王建國其實在前兩局的表現相對並不是那麼的穩定 嗯 哇又是一季回球的底線界外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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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住了美其力 3比1的開局對於兩位安邦載的選手來說相當不錯 哇 哦 從這個角度看有沒有其實這個控球的視野真的是很刁鑽 對 而且給的夠大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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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在整個一個防守的一個回擊的成功率也相對的減少很多 王建國這個反拍的處理還是出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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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群玉今天在往前球的一個對子來說 常常都出現了一個神來一手的一個初拍啊 不過常常位置還不到位 就整個回球的擊球點就稍微失了準頭啊 那剛剛這一半管景中自己做了一個直線下壓的進攻 成功的突破美其力的防守 張群玉的一個近身球的處理還是出現了一個掛網失誤 對 那去應該是觀念有對 其實想要判斷或出拍的球都也還路線OK 但是感覺臨場的反應就是稍微比較緊繃一點 沒有放得那麼開 可能在對於一些大賽的一些經驗還是有一點不足啊 好 出現 誒這個球 最後應該是被判在界內 對 看有沒有另外一個角度的重播 誒這個球 美其力的這個回眸 對 看得出來相當的對於這個判決不滿意 對 不過比分並沒有改判 這個球 王建國跟美其力出現了一個兩個人默契上的一個契合的搭配啊 出現了一點點小小的狀況啊 因為其實王建國在第一時間有點像要往後側移動的腳步 對 那影響到了美其力下一個環節的判斷 一來一往之下 兩位安邦在野的選手又出現機會 結果出現了一個幸運氣球 幫了美其力和王建國一個大忙 再追到1分差 6比7 哇這個時候美其力雖然抓到了 館景中的一個回球的位置啊 不過很可惜自己初拍上面 出現了一個失誤啊 喔漂亮的防守 嗯 環景中先做了一個虛攻 最後再走一個大角度的一個殺球進攻 美其力回球回得非常的漂亮 哇這一局的比賽 7比8 1分差 哇美其力球又找向了張青玉 的確成功地突破張青玉在往前的一個威脅 對 那今天這場比賽喔 在蔣東這邊可以順利的三局獲勝的話 最大的功勢就是美其力了 對 所以看看在最後關鍵時刻 王建國是不是可以發揮他平常的一個實力的水準 靠著對手後場挑球出界 美其力王建國9比8重新要回了1分的領銜 哇出界 哇出界 比賽不論是假動物三幫在野球迷看的應該都非常的緊繃喔 往前這個機會 看王建國 的確這一版的虛攻造成了管景中自己回球的一個底線界外 10比9美其力王建國出現賽末點 一個賽末點的機會王建國的發球 哇 哇 王建國這個球想要分到對角的位置 角度還是太開 今天球場的一個掌控似乎不是那麼理想 對 那麼10比10 現在一邊的橘墨點 一邊的賽墨點機會 對 喔 張清玉的發球 考驗 抗壓力喔 哇 連續幾半的進攻 嗯 從今天發球王建國的處理就很強勢連接美其力 一連續的下壓 最後成功的突破了對手的防線 11比10 這一場比賽喔 王建國美其力幫助甲洞順利的 以直落三局擊敗了安邦在野 目前的總局數則是拉開到 9比2的領先可以說幾乎是提前奠定了勝負 11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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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